今天呢,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幅紫藤花 在去画花瓣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用太青蓝、薯红和太白 分别表示出花瓣的前后遮挡 颜色变化稍微丰富一些 前面的小花包颜色稍微清浅一些 在去画到叶片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它是基础叶 前方有一只叶片 然后左右两边相对对称 在去画到八哥的时候 注意一下 它鼻子上方这座骄傲的羽毛 其他地方的话呢 注意一下墨色的 龙蛋干湿的节奏变化 那么这样一幅画面就完成了